爸 四仙他妈今天来过了 爸 你也知道他妈是什么样的人 干嘛还要跟他生气啊 他说我 说你 都没有关系 但他绝对不能扯到你妈 对不起啊爸 如果你不愿意再让我跟四贤见面的话 我想我是可以不跟他再见面的 这和四贤没有关系 主要是他妈妈太小气了 太小心眼儿 要是换作我妈的话 他一定不会这样的哦 他怎么能和你妈妈比呢 我好羡慕我妈啊 他这么有本事 可以让人为他吃醋一辈子 哪有人羡慕这种事情的 而且妈妈很聪明 她为我选了一个好爸爸 这么关心我又这么疼我 你妈妈留给我最好的礼物 就是你 你妈妈是我最尊敬的女人 陈锋啊 你要像你妈妈一样 知道吗 嗯 安逸 四贤 你过来了 陈锋呢 他下午刚飞 所以应该很晚才回来 哦 啊 里面坐吧 嗯 这边请 嗯 嗯 四贤 嗯 怎么了 有什么事 那天我打电话给你 你跟我说 你跟陈锋之间没事 我还以为 他已经跟你表白了 然后你也接受他了 没想到 他还没来得及开口 就就这么说 那您也不知道 一人 再试一顿 就这么说 那个 这 的 我 就 是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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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刚回到上海就叫你跑来了 很抱歉 私嫌得不懂事 让姚小姐生气了吧 你儿子这个孩子很有性格 她把我女儿的意志统统统给激发出来了 有时候公家的事撤上私人感情 就不好说了 孩子的事情我不管 我担心的是医院 没有院长就没有一个头 姚倩倩这个董事 大家都知道 她是不管事的 所以 我特地想请你帮忙回医院去 但是我也会考虑到 我自己的利益问题 我私底下打了几个电话 董事们基本上都同意 暂缓医院的改革计划 等三个月之后开董事会 我们再来谈 不过你也别高兴得太早 三个月内 医院必须自负盈亏 所以其他的董事 不可能再丢钱进去 这个条件你能接受吗 没问题 好了 就这样吧 我还有事 你去忙吧 好 姚董 姚小姐那儿 请你替我说声抱歉 你就不要再宠她了 我已经把她惯坏了 你们这些叔伯们 一直在捧着她 才造就了她今天这种性格 放心吧 她没事 那好 再见 再见 好 我这样安排你还满意吧 爸 对不起 我真的不知道 这件事情会这么麻烦 我平成第一次对伙伴们 出尔反尔 都是为了你 这些董事们平时跟我有利益关系 都给我这个面子 要不然他们不会放过陶磊父子的 我知道 知道就好 不管是你还是他们父子 这三个月内 必须给我干出成绩来的 否则医院活不下去 他们也不会让他继续的 你懂吗 我懂了 抱歉啊 今天因为班机调度的问题 航班有点乱 现在看看新的牌表 有什么问题没有 如果没有问题散会吧 好好 好 新的 我有话跟你说 有话就在这儿说吧 这里是会议室 我一会儿还有别的事情 好吧 对不起 你别这样 很丢人的 你不原谅我不起来 好了好了好了 我原谅你了 经理 你要相信我 以前他们说我们两个有什么 我总是把他当成玩笑话 没想到你还真的对我 有分别吗 这样能改变事实吗 就对了 没关系 反正我也不是第一次被人拒绝 我相信 我绝对是最后一个 敢拒绝你的 是大笨蛋 我就是一个大笨蛋 我们还是好朋友 我怎么会喜欢你这么一个家伙 怎么 现在后悔了 我后悔倒无所谓 我只是希望你对自己的选择不要后悔 永远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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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今天我跟夏先生通了电话 他约我去哈尔滨谈谈 那有没有想法怎么跟他谈 我最近呢 一直在了解 方便面的销售情况 我觉得这个生意可行 现在我们唯一做的就是 让他接受 用爸爸的名字做品牌 你觉得他有可能会接受吗 不接受我就不卖 这还不简单 发现得一定很开心 是啊 姐 等我们把这笔生意谈成了 不仅仅是所有的人 都能尝到爸爸的手艺 而且 我也不用为你担心了 我有什么好担心的 你太坚强了 所以会让人你担心 姐 时间不早了 我先回去休息了 别忘了 帮我订机票 放心 你睡吧 来 来 你看 喜欢这种 也不错 我买了 我吃了 我饿了 我进去 我买了 你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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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陈锋 你不是已经下班了吗 反正也没事 就在机场等你啊 你要去的话就打我电话啊 我们先走了 拜拜 再见 陈锋 晚上一起吃饭吧 等一下 我刚刚听到一个经典的消息 思贤 你不是因为我才考菲尔航空了吧 我只是不想去我爸医院工作 我就说嘛 麻烦你有机会帮我解释一下好不好 安琪姐也在公司里 要是这种事情传出去被安逸知道了 那我不就惨了 安逸才不在乎呢 可是我在乎啊 我一直以来就把你当哥哥 我爸他每次揍我的时候 你机会把我藏起来 对啊 跟自己的妹妹谈恋爱 多奇怪啊 我也是这样觉得的 对了 安琪姐交代我帮安逸买张机票 他明天要去哈尔滨一趟 明天我休假啊 不知道雨珊飞哪里啊 哎 电话接我一下 等一下啊 哎 雨珊 哎 你明天飞哪里啊 还真的吗 我给你调班好不好 啊 看你的姥姥 你什么时候有个姥姥在哈尔滨啊 那你知不知道友荣飞哪里啊 好吧 再见 雨珊跟大江明天一起飞 友荣要休假 没关系啊 反正以后还有机会的 哎 等一下 如果明天安逸要飞的话 那牛肉面店谁管啊 对对对 两碗鸡汤牛肉面好了 哎 来了 哎 姐姐 这个两辣一不辣 两辣一不辣 欢迎光临里面请 诚风 我来啦 我来吃面啦 两辣一不辣好了 要不要我帮忙 我到明天了 动作快一点 哎 姐姐 我来 诚风 怎么是你 我来帮忙 谢谢 两汤面不加葱 两汤面不加葱 哎 面来了 来 好 谢谢 二位请慢用啊 好 等一下 我们要走了 你要走了 请慢走 好 慢走 好 再见 哎 你知不知道 阿姨有件厨师围裙 放在哪里啊 嗯 两汤面不加葱 哦 好了 我来了 哎 再到楼上房间 哦 在楼上啊 嗯 谢谢 哎 欢迎光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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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请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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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光临 下次再来啊 好 欢迎光临 里面请 你们要吃什么 快点儿 哦 来了来了 欢迎光临 里面请 快点儿 先坐一下啊 您的耳机 谢谢 您的耳机 谢谢您的耳机 谢谢您的耳机 您的耳机 谢谢 谢谢 安逸 把安全带系上 一会儿飞机要下降了 好 您的耳机 是 机长 发生什么事了 大家 刚刚发现起落架 出现重大故障 什么 听着 我们要破架了 明白 怎么了 机长说的破架 破架 快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没烫到你吧 没事 没事 对不起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怎么了 怎么了 我怎么撞到他了 对不起啊 没关系 没关系 我再煮一碗好了 真的没有烫到你吗 您要不是 关下牛人没电 走 飞哈尔滨的飞机要破架 是安逸的飞机吗 我陪你去 各位请客 飞机马上就要破架了 请大家双手抱紧头 缩紧下巴 必要时咬紧牙关 双脚紧踏地板 收紧腹部 我就这样走掉了 那乘风该怎么办呢 慢点啊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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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一点 慢点啊 当心 你怎么了 当心啊 怎么了 慢点啊 医护人员 拿担架来 快 快点 慢点 担架 快点 忍耐一下啊 不过没关系呢 我们大家来帮你 快点 快点 等一下啊 坚持住 好的 好的 喂 很好 好消息 哈尔滨那边的工作人员 打来电话 现在可以确定 地上所有人员都 出发了 都很想做了 找人 謄 他在地上 都过得了 因为 离敌的工作人员 没有 快点 就是 安琪姐 你终于可以放心了 救命 老师 身上没事吧 你会没事的 别担心 来 把这个手拿 小心点 小心点 来 怎么样 脚还疼吗 走那边 慢点啊 对不起 让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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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包好了 怎么还疼啊 你先别管我了 先去给安琪姐打电话吧 这儿这么乱 看看后续怎么处理啊 你快去吧 大夫 我有一件事情想拜托你 好 你说 我刚刚 给家里打的电话 报了平安 我的眼睛呢 只是一个突发的情况 所以等一下有人来问的话 拜托你 我知道 你放心 我会处理的 谢谢 你好好休息啊 走吧 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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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坐 我去找到这只手 装起来 去吧 你走 给我 你看 你不想看 你这么想看 我看你呢 是我 夏仁路 夏先生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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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先生 你好 我好 我好 一数事故啊 我就托人到处打听 可找到你了 怎么样 暂时还看不见 那大夫怎么说 医生说 可能是视网膜破裂 等观察几天才能确认 夏先生 如果我眼睛以后看不见了 那我们之前谈的事情 是不是不算数了 不 不 算数 一样算数 我对合约没什么要求 我只希望 答应我一件事情 说吧 尽管说 我要用我爸爸的名副 做品牌 关老爹牛肉面 我要把我所有的利润 都汇到我姐姐的户头里去 没问题 阿姨啊 我都想好了 在利润上 我会按照最高比例 来分配 我不希望 你是因为我的眼睛 才对我这么好 阿姨 不是 我是因为你的才干 才对你这么好 我都想好了 今后关老爹 不仅有牛肉面 我还想推出一系列产品 夏先生 至于以后的事情 我还不敢保证 如果你眼睛 真出了问题 你还有聪明的智慧 和畏惧吧 谢谢你 夏先生 夏先生 我想打个电话 用我的手机 谢谢 喂 喂 姐 是我 阿姨 你到哪里去了 他们怎么说 你没有上飞机呢 你放心 我现在和夏先生在一起 我这边的事情 还没有办完 可能要多待几天 等办完了事情 我马上就回去 那我就放心了 记得回来打个电话给我 我好把你定机位啊 还有 打个电话 跟程锋说一声嘛 他看你没上飞机 他急死了 知道了 再见 拜拜 是安逸吗 嗯 到现在 我才放心 安逸 这么说合适吗 你是不是应该跟你姐姐说实话 我想等确定之后再告诉她 夏先生 我也希望你能替我保密 好吧 我答应你 安逸啊 如果你眼睛真有什么问题 我会尽最大的力量 帮你治疗 何况 不一定像我们想象的 那么糟糕吧 人 最好往最坏的地方 去打算 不是吗 我感谢 我感谢你 那是 那是 有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打电话去你家里面人机 把你手机也没开 所以就直接来这里 小龙呢 早就下班了 你要喝点什么 什么都可以啊 你等一会儿 乃鸣 你今天辛苦了 我没什么 反正都要飞 谢谢 倒是你 一定累坏了 所以啊 再过来轻松一下 我可以想象 你一定吓坏了 今天有一刹那之间 我觉得我自己快不行了 要是再有个人离开我 我肯定会崩溃的 我完全能想象 你肯定吓坏了 你放心 我一定不会离开你的 你放心 我不会把希望放在你身上的 对了 我来找你 只要让你看这个 潘开已经知道今天发生的事情 要不然她不会写这些给我 我今天一整天 就是靠这句话撑下去的 直到安逸打电话给我 要是哪天 潘开忘记发短信给你 你该怎么办 能怎么办 继续等啊 对 那就继续等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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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刚开始慢慢来 一点一点 习惯就好了 能看见我吗 现在有没有好一点 还是有些模糊 大夫 他的病情会恶化到什么程度 难说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 他已经经不起任何的碰撞了 关先生 你坐在这儿先习惯一下光的感觉 我过一会儿再来给你检查 我先出去了 好 这个给你 这是咱们的合同 能看清楚吗 看得很清楚 好 那你好好看看 要是没什么问题 咱们马上签约 好 人家修静 喂 阿姨姐姐 呀呀呀呀呀 马上来啊 阿姨 姐 你总算回来了 姐 成风呢 我已经告诉他你要回来了 阿姨 阿姨 成风 阿姨 前面很顺利 终于成功了 姐 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 阿姨 这是你的事业 你怎么把所有的利润 偷偷给我了呢 姐 你是我在这个世界上 唯一的亲人 我不照顾你照顾谁啊 好吧 那就当作先放在我这儿 我替你保管 你需要的时候 随时都可以拿回去 阿姨 在机场 在机场 我已经看出你对成风的心意 为什么刚刚离开的时候 你不跟他说呢 姐 经过这一次破降 我明白了很多 我想 其实在破降的那一刹那 我脑子里想的一切都是成功 我又会让你来的 我这样子 有数二人 就这么空 不要这样 我 我会让你 睡醒了 我 看你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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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峰 你要说什么 我已经喜欢你很久了